俄罗斯重大突破 可以做呀 350纳米的芯片了 啊 就是他有这个芯片机了 啊 厉害了 啊 我的国 网友们呢 都表扬 说自力耕生的典范 啊 了不起的大俄罗斯 在当前的环境下 啊 竟然还可以有 这么这个好的这个 事儿 科技大突破了 连我太太都知道 大的突破 好像现在 中国就不行 中国可以做到24纳米了 现在啊 亲爱的宝贝啊 看一下 中国现在能可以做几纳米的啊 呃 机器可能还是用的别人的机啊 啊 要看中国现在的光刻机 啊 中国的光刻机呢 现在 这里有人说是20纳米 听到了吗 宝贝 但是这个不是个 呃 不是一个 不是个一个官媒 我看看 官媒有吗 28纳米啊 这里有一个说 我看这个是个官媒 爱采购是个什么呀 这里有一个 长 恒 恒 荣 创新科技公司的一个 等于是公司的一篇文章 嗯 他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 虽然不是个官媒 但是是个专业者吗 行业者吗 他讲呢 他说 国产光刻机 到底能做多少纳米 是实在 哪有定论啊 上海微电子的 啊 一个 是90纳米 啊 经过多重曝光技术 理论上可以实现28纳米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说那个机器一次 没一次性没办法拿到 做到28纳米 得要反复反复的曝光 成本高 废品率高 才能做到28纳米 啊 所以说这个 他虽然也提到了28纳米 但你那个机器 其实是只能做到90纳米的 但即便这样子 也比这个大毛子 这个厉害的不少啊 啊 大毛子350纳米现在 啊 就是金融界的一篇报道 啊 俄罗斯的首台光刻机 已经在测试啊 这还是在测试而已 朋友们 并没有量产 测试跟量产还是有距离的 有可能测试一辈子 目标呢 是2026年实现 啊 130纳米 350纳米的 就可以用用到汽车 能源和电信 啊 据IT之家 此前报道 俄罗斯科学院 诺夫格罗德 应用物理研究所 曾于2022年宣布 正在开发 俄罗斯首套半导体 光刻设备 并对外夸下 海口 这套光刻机 能够使用 7纳米 生产芯片 啊 并于2028年 全面投产 这不是过了两年 就打脸了吗 这次啊 两年前宣布呢 是可以做7纳米 现在才刚弄到350纳米 啊 评论的朋友们 都艳阳怪气的 就别说了吧 观众就是那样子吧 这里 我想起一个人来 啊 这个评论的最狠的 这个 我就别说他 他有多狠了 对我这个视频不利 嗯 有一个朋友 哎 我怎么不动 在这里 Hello 怎么回事 没有 有一个朋友说什么呢 就是说 呃 王菊嘛 他就说呀 说 哎呦 我搞错 搞得不对 啊 这个 我换了另外一个镜头 等会儿我得再修这个 王菊就说什么呢 说这个 呃 嗯 嗯 孔子也没了 我后面 苏格拉第也没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 呃 我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自由意志和创新 是人类的万幸 给合在一起了 那么没有自由意志 就是他可以创新吗 像大毛子这样 呃 王菊他说相信有啊 而且他说还很厉害 我只能说他模仿很厉害 跟着学 赤苦耐劳很厉害 创新真的 事实证明 是人类的万 万幸 没有自由意志 没有创新 啊 这就是我的个看法 他这个不是个必然的啊 是吧 那么王菊说的那个玩儿 会不会出现 我觉得最好别出现 是吧 我也担心他出现那个东西 啊 就是越缺乏自由意志的人 越能创新 那真的是人类的大麻烦了 好在现在是万幸 万幸 不信众的万幸啊 没有自由意志的人 他创新不了 大毛子国 啊 非常悠久的这个传承啊 啊 哲学了 思想了 科学了 是吧 而且在撒黄时代 你像那个 那些个发现化学元素的 那都撒黄时代 都可以 都可以行 是吧 近几十年 他真的 好像不怎么行 现在才350纳米 我们都做到90纳米了 多重曝光 他会做到28纳米了 当然现在人家是做到3纳米 哎哟 差 这都不知道差了多少年 那立即拿来就差了一天 不有人说差多长时间呢 说你要是看知乎呢 就是差 15年 你要看微博呢 近日头条呢 你就差了10年啊 看近日头条呢 差5年 是吧 你要看新闻联博呢 就已经超越20年了 我根 national记录 是 对 我 有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